预售了这么久,耗泊AT终于是正式上市了 作为一台中大型的ACV 新车采用了圆润的造型 设计比较简约 但我觉得还挺卖看的 侧面可以说是新车最大的亮点 高倍车型的第二排可以选装OE门 不仅造型炫酷拉风 还能兼顾一定的实用性 车门仅需34厘米的横向空间就能打开 并且四门都采用了电系门 尾部带来了一些溜背的即视感 配上贯穿式的尾灯和上扬的小压尾 运动感营造的也不错 车内也是极简的风格 大面积的皮质软材料包裹 营造出不错的档次感 另外在舒适性方面我是比较喜欢的 前排座椅可以180度方导 部分车型还有电动遮阳链 后排小桌板这些 而且第二排的靠背 最大支持143度杨脚 可以带来一个比较舒服的座子 当然了智能驾驶也是新能量 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新车搭载了三个激光雷达 能够提供高速加城市 NDA智能领航智能驳车等功能 动力方面采用的是单电机布局 最大功率250千瓦 零百加速5.8秒 还支持800V高压快充 以及3.3千瓦外放电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新能量市场 你们觉得这台车的表现 可以怎么样呢 有趣有料 欢迎关注汽车天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